河南正月经县大蛇护坟 村民们围观议论纷纷 甚至有烧香拜佛的 到底是什么让本应该冬眠的蛇爬到坟头上 难道真的有什么寓意吗 一般来说 蛇只会在天气暖和之后出现 例如夏季 但在河南商丘发生了这么一奇怪事 引起了上万人的围观 要不是后面官方出面 怕是庙都盖起来了 事情发生在商丘的一个小山村 当时老王刚刚忙完田里的工作 突然肚子一阵翻江倒海 这怕是要来个大的 老王赶忙跑到一处坟地后边 准备在这里解决生理问题 可就在老王蹲下后没多久 他听到后面坟头似乎有什么动静 一阵丝丝的声音 老王听到声音后愣了一下 随后突然想起来 这里是什么地方 他叫一声连忙逃窜 没过多久 老王就跑回了家 回想起刚刚的事情 他还有些心有余悸 之后几天都不敢去 周围的村民们也看出来他的不对劲 于是询问老王发生什么事了 老王把当天自己的所见所闻讲给了村民 还信誓旦旦的表示 一定是坟地里有不干净的东西 大家听后 虽然也被老王添油加醋的描写 有些吓到了 但终归还是没有听信他的话 大家表示一起去坟地看看 这么多人还能怕了他 他们能找到那个东西吗 坟头总传来嘶嘶的响声 众人来到坟地寻找声音来源 结果发现的东西 让大家有些不知所措 第二天一早 大家就出发了 老王本来不想去的 但是被村民强拉硬拽之下 还是来到了当初的地方 来到这里后 大家并没有发现什么东西 就在大火因为老王又吹牛的时候 嘶嘶的声音有传来了 但是周围却看不到任何东西 大家也有些害怕了 不过有一些胆大的人 继续寻找声音的来源 最终大家在一个坟头山 看到了一条蛇 看到声音的来源后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原来是一条蛇 这下谜题解开了 之后老王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来看一下 他发现这条蛇 每天早上都会出现在一个坟头上 而且每天都是早上十点 雷打不动 起初老王还不以为意 只当是普通的蛇晒太阳 但是到后来 老王发现不对劲了 这条蛇怎么冬天也出来啊 一般来说 蛇在冬天是会冬眠的 一直到天气暖和之后才会出现 但是这条蛇在正月也会出现 此刻正是天气最冷的时间 慢慢的这条蛇 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最后一传 实时传媒 有人来到这里 拍摄了蛇爬上坟头的视频 引起了大家的好奇 甚至轰动意识 甚至还有一些村民认为 这是蛇身在保佑这家人呢 于是自备攻台和香火 每天去给蛇上香 渐渐的上香的人越来越多 这件事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 为了防止火灾等事故的发生 有关部门将那些上香的人驱赶了 若没有及时出手 或许人们给这条蛇建一座庙 也说不准 闹剧虽然没有了 但是那条蛇依旧在哪里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这条蛇会在冬天出来呢 河南正月京县大蛇护坟 村民真相围观 甚至烧香 有什么寓意吗 因为这条蛇出现的时间过于古怪 所以引来许多人为官 因为人太多 甚至把周围的麦子都踩坏了一些 所以有些村民不得不立上小心麦苗 闻名观蛇的牌子 这件事也引起了大家的广泛讨论 但是大多数人都发出了同一个疑问 那就是这条蛇这么早就不冬眠了 是正常现象吗 其实蛇早早结束冬眠出洞 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因为有些蛇的种类不同 有的蛇冬眠时间会长一点 而有的蛇则会短一点 除了种类的不同 各地气候的不同 也会影响蛇的冬眠 在气温很低的情况下 例如零下十多度 这样蛇一定不会出来 而在南方气温也没有那么低 气温上升也快 甚至会出现蛇不冬眠的现象 但鉴于是发地在河南 这里冬天的气温并不会很低 但恰巧当时是一个暖冬 各地升温较快 当年两月整个河南气温 已经超过了往年二月的最高气温 如此高的气温 把冬眠的蛇惊醒了 但此时又没有那么热 所以这条蛇才会出来到坟头上晒太阳 那么这条蛇出现的时间如此怪 会不会在预示着什么呢 只能说少看一点玄幻故事 对于理解世界是有帮助的 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鬼怪之说 这条蛇会在这个时间出现在这个地点 只是十点是白天气温开始上升的时间 而那个坟头又刚刚好是最暖的地方 再加上当时是个暖冬 所以蛇才会被提前唤醒 所以并不再预示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自然现象而已 天气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